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三心大德 显示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师父曾经开示我们大家 为人师表学艺经 尊尊善导见真情 为人父母学艺经 成龙成凤可顺行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宗旨就是世界和平 世界要和平 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心一定要和谐 师父广传妙法 让我们天下一家亲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维新圣教风源教室主持 即益京大学诗讯处处长袁平法师 袁平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好 谢谢雅琪师姐 谢谢我们维新电视台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分享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真实意 也分享我们宗主师父建构了 我们如何来达到天下一家亲的这个目标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易经风水学专列电视台 刚才雅琪师姐也谈到世界和平的真实意 事实上上一节我有谈到 就是自己从懵懂当中 从不相信当中 那我自己就是感觉非常的有福报 似乎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更精进 然后更加的从教学 乡长 弘法当中 来得到太多太多的智慧 在这当中我看到很多很多三心大德 有一些人不知己 不知凶 不知利 不知害 不知善 不知恶 然后人生完全没有目标 口口中 那口口中找不到目标 找不到方向 可能到最后碰壁了 到时候家庭不和谐了 事业能退了 这个有太多太多的这种不幸的案例 非常的多 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但是我也有看到好的那一面 好的那一面是看到有人接触了 开始接触了维新圣教所有王产老祖 宗祖师父 上文 下园 禅师的所有这些 就是修行的法医 从疫经 从风水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法医 然后呢 他的家庭变成非常的平顺 非常的和谐 是 事业呢 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呢 有一些可能善信大德 或是我们的学员 自己的很多很多的不如法 那经过所有的疫经风水学的妙法 来改善以后 得到很多很多的法医 然后就是平安 心安 非常的顺利的在发展 或是家庭也非常的美满 非常的幸福 是 陈儒 我们的云平法师你之前提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私信处呢 大概有一千多位的学员了 大家呢 都是在私自培训 那您刚刚讲的这句话 让我想到了师父曾经开示的一句话 我也想要听听您个人 对这一句话的看法跟心得 师父常常说 入我们不平 出我们不负 是 您的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句话的意义 这句话刚好在风云教室的 进门的地方 宗族师父混连禅师也写了这么一句话 入我们不平 是 不平不是代表说 哇 你进来了一定会大富大贵 非常的有钱 是 赚大钱 对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人生 混连禅师有开示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就是我们人的生老病史 喜怒哀乐 富贵 贫贱 当然富贵在一般的人讲说 大富大贵可能要住豪宅 可能要非常的有钱 是 出门要开名车 但是 有时候我们把它想 师父开示 入我们不平 你开着名车 住了豪宅 然后呢 花钱都不用考虑了 这样子 你会心安吗 有时候有这样的环境的人 有时候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非常平安 非常和谐的那种境界 有时候还不快乐 有时候还不快乐 还会环绕太多太多 是 是 所以这一句 如果我们不平 不平是什么 是心灵上的不平 家庭和谐的不平 是 事业的不平 事业的不平是 因为我们可以接触了好的法 善法 妙法以后 我们可以 就好像这35年来 我们的宗族师父一直在弘扬 义经风水 还有宗教修行 这三宝 这三宝都是要来 第一个就是 除了我们用义经 来知道我们的目标 知道我们的方向 风水 让我们可以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来生活 来经营工厂 最重要 一个宗教的修行 宗教的修行 婚练成师 我的师父就一直开示 宗教是来启发 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心的这个心灵 来提升我们的心灵 是 当我们的心灵提升了以后 不管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 钱财的多寡 名利 权势地位的多高 这个都是 在人生当中 那只是一个过往的云烟 这个都留不住 留得住的是什么 是我们当下的信安 当下的净土 当下的平安 这个才是入我们不平 是 所以你会发觉 进来到我们的圣教里面 你会发觉你的内心 是相当富有的 是 我想我们所有的同修 我们的师父的弟子 一定都有满满的这种感触 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的维心圣教 我们的圣教 从设立一经大学 一直到一经就是大学 也师父一直开示我们 我们学习一经 就是一经大学 那现在在学习的地方 可是呢 一经其实它就是大学了 是 真的说这个大学要学多久 真的是遥遥无奇 你的领悟更多 那表示呢 你一直在精进当中了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想要知道很多人 在我们的圣教里面 这个一经大学师训处呢 这法物跟它的功能 到底是什么呢 谢谢雅琪师姐 事实上在维心圣教 刚才我谈到 我们是以三个创架之靶 创架之宝就是一经风水 宗教修行 但是你要把法千秋万世的把它传下去 就好像我们很多企业在经营的同时 都要培养很多很多的人才 这些人才都是一个目标 来公司的整个营运 能够非常的顺利 稳健的经营 然后呢 让所有的员工能够暗居乐业 然后企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永续的经营 这是每一家企业的一个目标跟宗旨 永续经营 是 那好的法好的真理 魂连禅师师父 魂连禅师曾经开示 在我们整个就是世界 目前从以前到现在 宗教都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类的问题 争战无名 是 贪婪 一直在 动荡不安的一个现象世界里面 包括现在都还是这样子 是 那么 如何来把一个好的法 永续经营 这个就是 就是 要把法 用更多更多的人才 来传这个法 是 所以世训处那时候 民伟102年 师父要我来接 世训处处长的时候 那时候 师父就开示 我们 一京大学的创教宗旨 创教宗旨就是 养贤续才 正名律德 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 是 这是我们的教义 也是我们的创教宗旨 那么 基于 我们要 就是 永续的 把法传下去 然后呢 我们要去 迈向国际化 与世界接轨 那培养人才 就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了 是 所以 现在 我知道 就是说 我们也在我们的 这个私训处啊 这些 培训的 准讲师 讲师 准讲师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 非常的精进 每一次呢 看他们在 要做论文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 那这个 私信处呢 最主要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功能 让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也提到了 希望呢 就是说 人心要和谐 是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师父要达到一个世界和平 真的就是要 人心和谐开始 人心和谐 家庭和谐 社会祥和 国家太平 所以我之间就不会有这些贪嗔痴的问题 对 那与其我们现在来讲说 我们像国际间 现在呢 有些国家在国际之间想要耍老大 欸 就产生了叫嚣的问题 对 有一个我想要说 我也是老大 我有这个能力 结果变成假象地震的发射的问题 是 所以说这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想要自己呢 好称老大我厉害嘛 那如果我们撇下这一些贪嗔痴不说呢 我想大家和谐 那大家和平共处 就是不用靠武力来打仗 所以我们培养这么多的人 我相信呢 就是可以跟随了师父 混远禅师 来广传这妙法 让每一个家庭呢 其实大家都很顺心 这大概应该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 就是世界和平这个本意了 是 我记得师父混远禅师呈现开示 唯有从人类的道德良心做起 人类才能和平来相处 是 那么道德良心就是建立在平安跟幸安的基础上 是是 那如何来建立平安跟幸安 宗教三千年来也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 当下 混远禅师师父要培养很多的人才 所以 除了说建构42处 在台湾建构42处的分式道场 然后在世界各地又建构了14处的分式道场 包括我们 专列电视台 维新电视台 是 还有我们在台湾的南投 建构了维新圣教八卦盛程的一间大学 这个硬体平台 还有我们师资培训的软体平台 那么师资培训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在整个学员的整个资料建立跟考核 考核方面 你有没有办法来达到讲师的这个资格 就是从私训这上面不断的学修不断的精进来培养 是 不断的学修不断的精进 是 当然师父曾经开始最重要 要你要成为讲师最重要 第一个品德为先 品德为先 品德很重要 对 品德很重要 所以 资讯处在建构所有的这些资料跟考核以后 还有很多的商科的讯息 商科的讯息 然后发布 还有一些法务的工作 就是由私训处来带领我们未来的讲师 来一起朝向共同的目标 是 来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论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 所有的私训同修都要培养学术的能力 一定要写论文 对 这个论文 你没有写论文 就等于说 你自己没有一个心得报告 你没有把你的学修 把它写成论文来发表 这样子你就 对学术能力来讲你就比较欠缺 所以你除了写论文以外 还要透过我们的私训论文的发表平台 你要来发表你的论文 是 让大家来分享你的正道实证这些实例 是 最重要我们私训还有一个网路学习 网路的一个学习 这个网路的学习呢 就是透过我们现在最发达的云端教室 私训有一个云端教室 这个云端教室呢 就是从 魂连禅师师傅 在以前所开示的 华南班第二期第二届的讲义 甚至有更多更多的 妙华谱传 都在我们的云端的 这些资料库里面 随时私训同修都可以来上网 你随时都可以来复习 这是我们私训处另外一个工作 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从921 民国88年的921大地震以后 魂连禅师成立了爱心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团队 爱心团服务团队现在以前是由第一届到第六届的同修来帮 那时候921地震的这些受灾户来帮帮他们 依照火箭船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学来帮他们重建 那现在最重要的爱心团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整个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有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 或是有一些因为风水上面 风水学上面居家环境不如法 然后造成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困难 家庭不和谐 小孩不乖 夫妻失和 这些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 甚至造成经济上的困难 没有办法来就是好好的来生活 那只要透过像我们视讯处这边 或是我们总本山残疾山先佛寺 或是各分室道场来申请 那么视讯处这边呢 会呈给宗祖师傅上门下园禅师来核准 指派当地的我们的讲师 准讲师 甚至视讯的学员 来帮忙这些比较居家生活环境不如法的 这些业主来帮他们做改善 让他们马上可以离苦得乐 马上可以得到风水学的法益 然后让他们生活可以平安 可以和谐 然后经济上也会渐渐的改善 所以说呢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风水不如法 尤其是你是工厂或者是你是一个企业家 可能你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工厂 有很大的企业 但是呢因为不如法 你可能会慢慢慢慢的萎缩甚至到零 那有些人是因为呢就是说可能刚刚开始做 因为风水不如法 那经过了调整以后 慢慢的呢就开始呢一直成长 提到这里我提到想了一个案例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我觉得是人呢 也不能太爱顾面子 因为这个面子到底是值多少钱 以前大陆这么讲 可是这位老板呢真的很可惜 他是一个人才 是我姐夫他的朋友 那当我们知道他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姐夫去看他 你知道多么可怜的土地公 这个福德政省呢已经是被这些的所谓的大师啊 把他调到面壁思过了 因为已经没有地方调了 是为什么 他的因为风水不如法 找来的大师呢他就是这样子 也是不如法 一个大工厂慢慢做做做 一个皮包是外销的慢慢做做到 最后已经萎缩到 都没有钱又不敢讲 然后呢慢慢的呢去看他们的工厂的时候 他已经经过了三五个人来看过了 真的因缘都不具足 都没有是我们中门的人呢 来去给他了解一下 到最后找我姐夫的时候 他去看已经是家 已经是叫做什么家徒四壁了 家徒四壁 所以说变成连土地公 乔高位不晓得放在哪里 就变面壁在思过了 所以我说人有时候是因为呢 面子的问题 我们也常常说 孔子教我们说不此下问嘛 是 那你有风水 你又不是专家 有风水的问题 赶快去请教更多的人 你可能会更了解一下 一定要常常问 所以我刚刚呢很高兴的就是说 我们的视讯处 这么多的讲师们呢 开始在培训的也好 大家要做论文 而且要做发表 这表示说让你的书写呢 顺畅 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好 你不但呢可以去看这些风水很好 但是你也写得出来 是 而且呢还有我看他们在发表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要轮到我做论文发表了 他们很急啊 很担心啊 那可是呢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棒了 是 真的很钦佩他们 所以身为视信处的处长 责任很大啊 是 智慧是经验的累积 那么我们师傅 活天才是非常的大智大会 大德大人 除了刚才我所讲的硬体平台 软体平台 软体平台就是师之培训 是 我们还有硕士班还有博士班 这在外面一般的 我们讲说外面的法那么多 但是要来这么积极培养 就是天下太平为国修到为民其福的人才 那当今是我们的师傅欧年禅师 刚才谈到爱心团的服务 我还跟所有的微信电视台的观众朋友来分享 我们的爱心团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是借由整个就是 益经大学 微信圣教这个体系 我们在台湾各地都有法师 都有准讲师 都有实信学员 甚至我们都有智慧长 来帮你服务 是 所以只要你发觉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需要帮忙的人 那你可以直接打我们的 残疾站先博士的电话 是 049-2724-669 或是 视讯处的电话 049-2724-672 甚至你都可以用 中华电信来询问 残疾站先博士 现在网路很方便吗 对 你可以问个电话 你随时都可以 打电话来识讯服务 是 当然视讯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除了师资培训以外 就是要征选未来的弘法人才 就是讲师 是 未来弘法人才非常的重要 刚才讲到 我们师父所重视的就是品德 除了你要把意间风水 还有宗教修行的法仪 你要制一些法 学一些法 治一些法 圆满一些法 你要来成就一些法 所有的这些 唯心圣教是一个利他的一个法门 利他 我们就是 我们学习的各种的法 除了帮助我们自己以外 我们可以来利益他人 是 利益他人 让我们更接近更接近 一步一步的来接近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的这个目标 是 那这里面就是谈到 师资培训的新方向 这个新方向就是不断的 像我们在104年跟105年 是 我们连续两年都征选了 第一年征选了140位的准奖师 105年征选了130位的准奖师 这些都是为天下太平而储备人才 是 所以刚刚提到我们这个爱心团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了解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出去呢 其实要家家户户都平安的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现在分配出去的爱心团 的团员这些师资们 如果他们对有一些问题 而不是很了解 我们是不是都会回报 回来给我们的视讯处 是 假如说有很多风水的不如法 或是家庭的困境困难 是 那没有办法及时来改善的话 那我们的讲师 准讲师就会回报回来 是 让我们再承报 给我们的宗族师父 婚离禅师 来用何妙法 哪一种妙法 来帮助他 赶快把他改善 把困境的生活 把他提升起来 是 然后再谈到说 师资培训的 这个师资培训呢 要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当然最重要 师资培训的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初级班 两年接业 这入门的两年很重要 入门的两年很重要 是 但至少你要中心闲事 中心闲事呢 你在我们的义京大学的正级班 你还要在学修 第一个基础就是三年 那加起来就是五年以上 中心闲事在孝心闲事 你要到孝心闲事 你才有资格 来成为师训的学员 接受培训 是 我们今天很高兴 就是云平法师师训处的处长 这么样的用心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师训处呢 种种的这些成长精进的这些问题 无疑就是说 希望我们可以达到 我们圣教的宗族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天下一家亲的本愿 今天很高兴 我们的云品讲师 云品讲师来接受访问 谢谢你 祝福你 贡献出这么多的智慧 感恩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亚琪师姐 同时我们也感谢收看 天下一家亲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既监 Equ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